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所以将它称作武石散 是因为它的原料由石中乳 白石鹰 紫石鹰 石硫黄 赤石之五味石药组成 因其药教又被称为寒石散 武石散首次出现的张仲景《伤寒杂并论》的一篇 于是 隋代的朝元方将此药的使用目的记录在它的诸病原后论里 寒石 草石二方出自重景 武石散其实是一种慢性毒药 若服用的 由于体内的燥热 必须吃冷时 多外出步行运动 多喝热酒 好酒 若银冷酒或烈制酒 就可能会送命 譬如西晋的裴秀 服用后银冷酒而亡 展开全文武石散和魏俊风气 几乎是联系在一起的 自和雁唱到福石武石散 这种风气便开始流行 从魏俊至唐代 对于这种流行方式 士族们疯狂追求历史五六百年不曾间断 并且这种风气 遗传并发展着 随书荆棘之中 收录了二十家武石散的解散方子 数百年无人质疑武石散的危害 就像是现在的毒品 批也无数人 也致死很多人 难怪古代人短命的多 武石散会使人出现幻觉 并且还容易让人上瘾 高层名士就喜欢追求刺激 武石散迎合了他们的需要 自上而下的盛行数百年 药棱孙思淼最大的成就 不是治病助人 而是花大半辈的毁灭医药方 而孙思淼只是贫寒出身 哪里漏了过权势 他活了一百四十一岁 花了大半辈的毁灭武石散的配方 但是由于压力太大 直到他死去也未能成功 他嘱咐弟子们坚担重任 几世几年 武石散终于在唐代未病弃 他的坚持 挽救了之后人们的健康 当真令人佩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